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地球被核弹炸成废土,几万人只能同住一栋大厦的故事 在未来的世界里,地球在核辐射的影响下,可用土地大大缩减,往往一座城里就住足足八亿人 由于生存环境的挤压,人员高度密集,资源万分匮乏,社会秩序也难以得到维护 这里帮派聚集,打架火拼已经是家常典范,于是一项新的职业应运而生,那就是特警判官 和普通警察不一样的是,特警判官拥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对罪犯击捕击杀,是让所有不法分子闻风丧胆的存在 阿德就是这样一位特警判官,他身手了得,果断冷静,在面对挟持着人质的歹徒,也能丝毫不受威胁,快准狠地将他一枪毙命 特警中加入了一位新同事,女警小卡,虽然他在警校的考核从来都不合格,但还是被破格录取了 因为在核辐射的影响下,他拥有能感知人心的特异功能,这样的能力很利于抓捕犯人 阿德被委派要带着小卡实战一天考核他的能力,小卡上任的第一天就接到了一起重大谋杀案 有三具被剥了皮的尸体从楼上被人扔了下来,阿德和小卡闻讯感到出事的社区 这里的犯罪率是第13区最高的,同时意味着这里盘踞着很强大的帮派势力 按照死者的死法来看,他们显然死于帮派惩罚,而这里最大的帮派莫属于妈妈帮 妈妈帮的头头曾是个妓女,后因被老板划伤脸转行,报仇后就接管了老板的毒品生意 他以心狠手蜡出名,将这个社区的其他帮派一一消灭 妈妈帮成为了势力最大的帮派 阿德和小卡冲入社区一个毒贩窝点,将妈妈帮那些小喽喽打了个落花流水 小卡通过毒心术意外找到了亲自杀害那三人的凶手,于是他们将他压了起来 但这人是妈妈帮的小头目,知道不少大姐头的事情 所以大姐头不可能轻易放他们走 妈妈帮的手下袭击了大厦的控制中心,让一名黑客冒充大厦的管理员 以消防演习为由,将整栋大楼封锁住 阿德和小卡就这样被关在了里面 广播忽然想起了妈妈帮大姐头的命令 除非特警被猎杀,不然社区一直都会处于封闭的状态 大姐头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威胁,所有大厦里的混混都想猎杀他们请公 普通人则是躲起来,不敢给他们一点援助 在这样的境况下,身手极好的阿德还是带着小卡突出了重重围堵 大姐头再也坐不住,搬出了重型武器加特林围剿阿德 大厦瞬间被轰得千疮百孔,无辜的居民轻荒死逃 阿德在枪林弹雨间艰难奔走,和小卡跑到了天台上 终于缓了一口气的他们向总部请求了支援 也开始思考为什么大姐头对他们抓的小头目这么看重 通过小卡的毒心术,他们从小头目身上知道了 这栋大厦是妈妈帮的毒品生产基地,是它最核心的产业 所以大姐头才会这么紧张落在他们手上的小头目 这时终于有别的特警赶来支援了 但在大姐头的威逼下,黑客谎称大厦正在进行战争防御测试 以此打发走了两名特警 小头目趁他们俩不注意的空档挟持了小卡 一路上了顶楼找大姐头 另一边的阿德用计以一敌时,让大姐头又损失了不少手下 大姐头看着监控,然后淡定地说了句,报警吧 原来他早就收买了那几名特警 一名黑警以支援为由接近阿德 但很快被警觉了阿德发现破绽,迅速将其反杀 小卡被大姐头下了枪杀的刑罚 执行人正是之前被压的小头目 小卡淡定地看着小头目举起警枪瞄准他 毫不慌张,因为特警的武器都是特制的 如果有特警以外的人使用警枪,那将会被枪反杀 脱险的小卡在楼道里遇到了另一名女特警 虽然女特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来支援的 但小卡很快读出了他真正的意图,在他想对自己下手之前直接枪杀了他 阿德已经潜入了制毒工厂和几名黑警苦战后 由于弹药用尽,他差点魂归西天 幸好被赶来的小卡所救 他们收集了黑警尸体身上的武器装备后 一路杀至大姐头的大本营 但大姐头早有准备 整层楼都装上了足够强的炸药,能把整栋大厦炸毁 他把控制炸药的传输器安在了自己手腕上和他的心跳同步 如果他心跳停止了,那炸药就会正式启动,到时候谁都逃不了 阿德丝毫不受他的威胁,直接用枪打穿了他的肚子 还把他从楼顶上直接扔了下去 阿德之所以根本不拒他同归于尽的死亡威胁 是因为他体内炸药遥控器的发射距离根本穿不透 这足足200层高的大厦 他在底下摔死的那一刻,即便遥控启动了 也控制不了顶楼的炸药 封闭的大厦终于解锁,阿德和小卡也终于走了出去 由于小卡出色的表现,他正式通过考核,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特警判官 未来还有许多罪恶等待着他们一起去执行正义的审判 本片来自科幻片《新特警判官》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穆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穆薇,咱们下期再见